再比如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听说过吧 这个学校是以培养人才为著称的 知道吧 两位知名小友给大家介绍一下 第一位知名小友叫李正道 听说过吗 中国第一个诺贝尔物理学长 华裔科学家 这个就不说了 你们听说过的我就不说了 我说你没听说过的 第二个人叫李鸿涛 你们听说过吗 这个肯定没听说过 我告诉你同学 李鸿涛同志 他干的事情 中国99.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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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人都没干过 你知道吧 你知道他干过什么事吗 他从中国的监狱里边 越狱越狱了三次 被称为中国的越狱职王 中国现实版越狱 你知道吧 讲一下他的故事 同学告诉你 学习好有多么的重要 这大哥呢 本开始政策大学 八四届 八八年毕业 后来毕业分到昆明去 分到昆明去以后 结了婚生了孩子 结果呢 找了个小三 为什么把这个小三给养活呢 整了一家公司搞诈骗 结果没能钱到账的 人先进去了 知道吧 这哥们第一次被打进去 是因为诈骗队进去的 结果这哥们当天就出来了 知道吧 就在看守所自己走出去的 知道吧 看守所门口的警卫 你干嘛的 我里边办个事办完了 我走了 大哥就走了 结果这哥们跑上去 跑上去以后 靠什么生活呢 他是折大电子系毕业的 这哥们会自己做汽车的车钥匙 他就做了一把汽车的车钥匙 偷了一个仓挡大 偷了一个奥迪 在外边晃悠悠悠 把车卖了 晃悠了五个月 后来被警察给逮住了 逮住 万一会第二次逮住 这哥们还挺横 逮住以后 你看我上次跑了吧 这次抓紧时间判我行 不判刑 我他妈害跑 看守所门 你一天 你以为你家呀 你说跑就跑啊你 我就给你拖 我看你能怎么地 五个月以后又跑了 这次跑更嚣张 他整了一把车钥匙 干嘛呢 偷警车 这哥们就开着警车 在大街上转悠 知道吧 结果呢 这哥们一个月以后 被云南警方又给逮住了 逮住以后第三次 可他妈不能让你跑了 对吧 这哥们太牛逼了 赶紧判刑 最后这哥们是盗窃罪 诈骗罪 逃脱罪 装逼罪 是的 你出去 你同盟警车呀你 太他妈装逼了 判刑 死刑 你跑不了了吧 这回你跑不了了吧 这哥们你看 这回跑是跑不了了 怎么办呢 学习好的人就是牛逼 知识就是力量了 对吧 大哥知道自己判了死刑以后 觉得自己肯定要死在这 为了自救 大哥在监狱里边搞发明 结果在死刑 执行前一个星期 他的发明获得了中国发明科技博览会的金奖 因为有重大利用表现 减刑从死刑减为死缓 后来又搞发明从死缓减为无期 后来又搞发明从无期减为 有期减为15年 后来又搞发明从有期15年减到有期14年 中国的法律规定 一个死刑犯减刑最多减到14年 哥们都在14年监狱出来了 你知道他们出来干的第一个事是干啥吗 他出来的第一个事是 为了感谢昆明市看守所 对他搞发明的支持 决定帮助昆明市看守所 要升级自己的防跃欲系统 里边的大哥疯了 知道吧 你他妈是出去了 我们怎么办啊 到现在昆明市看守所 再没跑出来一个犯人